院方主管这一块的领导呢 记者只好转而去寻找120车队的队长 都没想到 在去队长办公室的路上 记者一行竟然被跟踪了 你在哪儿 你在哪儿 我没去啊 我看看跟我这人这大哥 打电话 打电话真的跟他说呢 跟他车队长说 让他快跑 大哥呀 打电话那你跟我聊聊得了吧 我打什么电话 我看见你打电话了 那为啥我走哪儿 你走哪儿啊 打电话抽天 干脆帮麦吧 我问这人能做完 我去哪儿也没有用啊 去哪儿也找不着谁啊 那总有一个 那叫什么亲历眼顺风儿 这我跟你 那那你说我找谁有用 谁等 那你办公室的人 你还能不清楚啊 我干完一遍了 他们不可能都 是不是办公室还创官吧 我们会联系不懂 那我走了啊 你还跟着我不 这位是办公室的 跟着记者后面 给各单位通风报信 可见医院上上下下都在严厉封锁消息 自然这一趟也是无功而返 死者的儿子雨龙一脸愁容 小伙子说了 昨天有人给他打了一个电话 就说不要让你们再来医院了 也不要让你们 如果有媒体在找我们 然后我们也不要再跟你们接见了 不要让我们再接见你们 就是这个意思 以前就没有 那正常你们这媒体来了 他们才这样的 以前的时候 就我真没有 他们感觉就跟你没事一样 就包括医院 当时都医院 他们付船子跑了 他们没有去过 也没打过电话 见面也见不到 那今天打这个电话 不是给你接过 也不是跟你说 对 就是让你不要 你们媒体来了 不要再让我们跟你见面 也不要让我们再接见你们 那有没有提示 什么房间或者是沉默 没有 不知道是不是对记者的 刨根问得 感到了压力 法子去人民医院 对这件事的态度 似乎有所转变 从一开始的不问不问 到如今慢慢的 哎 重视起来了 按照医院办公室工作人员的提示 记者在当地宣传部同意之后 第三次又来到了房子 去人民医院 这一次 总算有人出面接待了 医院派了一位副院长 出面出于此事 然后面对家属的种种质疑 这位副院长 却更多的选择了沉默 那家属所说的那个黑车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前不久交通大队对这起事故 出具了一份认定书 上面对事故形成的原因是这么解释的 曹永辉驾驶无排机动车 机动车安全性能不符合国家安全技术标准 违反安全操作规范 事故发生后逃离现场 最终认定 120司机曹永辉承担事故 全部责任 通过这份认定书 家属发现了一个让人惊恶的事实啊 原来赵氏的这辆120急救车 竟然是无牌而黑的 而且这辆车在路上跑了七八年了 根本不符合国家规定的安全技术标准 那我们更想让知道了 一辆没有牌照的救护车 医院怎么让他堂而皇之的上路救人呢